老大 你快醒醒啊 不要跑下我们 好香啊 老大 你活了 我只是消耗能量太多 睡着了 我听锅路的人说什么 饮小寒喝羊汤 正好我 我怕老大醒来肚子饿得慌 所以让帝寿去弄点羊肉汤了 干得好 好吃好吃 真好吃 我已经恢复了 走 找尾杯去 还找尾杯啊 老大 我突然有点感冒 我也是 感觉头好硬啊 找铜材质的石头 或许能量会温和点 老大 等等我 他醒了 灵箱 你感觉怎么样 脑袋还有点疼 年兽呢 年兽也被雷电击中了 不过我猜 他应该不会放弃 魏杯的能量 那我们要赶快阻止他 你不要着急 年兽的神器 收集了魏杯的能量 威力倍增 我们恐怕不是对手 我们召唤小寒来帮忙吧 五号相宜 节气归位 这是怎么回事 小寒是水元素的精灵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点水来 加强召唤的能量 交给我就行了 这个理想每次都这样 我还有师妹说呢 看我一把火 把你们全都变成水 我也来帮忙 五号相宜 节气归位 苏醒吧 小寒精灵 小寒呢 小寒呢 谁叫我 看好了 小寒精灵出现了 快出发了 等 等等 我才刚睡醒 干嘛去啊 年兽不在 看来她知道 这时刻的厉害 不敢再来了 那我们快分头 找同样材质的石头吧 小心 你们看 这块石头像不像刀壁 弄出来再说 太好了 是刀壁的形状 不对 石头的种类不对 不要灰心 继续找吧 哎 嗯 有点像 但是太小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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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动了 找不动了 嗯 我也找不动了 好饿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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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tätä 太 看我把里面的能量吸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明明有能量却吸不出来 可恶 老大 手气不是能吸收吗 等等老大 等我们先回避一下 奇怪 为什么这次神器也吸收不了 神器能量已经饱和了 静仔说找到了 就在山顶 可恶的精灵又来了 跟上去 我用不了卫碑的能量 他们也别想用 是 老大 太好了 这下可以修复绝起义了 都给我站住 年兽 年兽 你会带着石头离开 我们来对付它 那我就把这块石头打碎 看你们怎么带走 看我的 叮咚炮 我忘了我小韩姐 我忘了我小韩姐 好冷啊 糟了 我忘了说 小韩妹妹的技能威力巨大 但是释放技能的时候 会吸取周围的热闹 太冷了 没关系 没关系 真正坚强的种子 在寒帮中也能发芽 下次注意离我们远一点就好了 抱歉了 可恶 再来 漫天秋夜 小韩妹妹 接着 想要石头 没那么容易 我来 看我杂子这块块石头 听说 组合剑 冬藏 老大救命 可恶 辛苦我这块 大家快走开 我要放冰冻炮了 没用了 我已经听到了 谁说没用 我要冰冻的本来就不是你 老大救命了 可恶 修复节气已要紧 石头粘上不带气息了 任务完成 好 太好了 冰冰冰冰终秀好了 那接下来 就是全力去抓年兽了 年兽的能量越来越强 抓它越来越难了 经过这么多次战斗 变强的不只是年兽 我们也变强了 最终获得胜利的 一定是我吗 没用 小寒 唐 圆枕 小寒 连大旅 关却累心肠 石石熊和曲 贤子绕树梢 小寒石楚二三九 天寒地洞冷到抖 小寒节气到来 说明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就要到了 大家可以多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像跳绳 踢剑子 广播操等 如果下雪 人们还可以打雪仗 追雪人 很快就会全身暖和 血脉通畅 除了好玩的 小寒还有吸引人的节气食物 有羊肉汤 还有糯米饭 既美味又能抵御寒气 我就是小寒精灵 大家要记住我哦 再见